比賽正式開始第一波球權台灣銀行所掌握 如果別人張家合進投籃這也是一整季台皮他們整個進攻戰術的主軸之一 POSE的對上連恩 後揚的跳投出手有 POLO 進去代步的跳投 中距離打握 雖然在NCA的時代他算是一個比較正規的進去的替補中攻 可是他其實他的活動想要打到POSE這個位置 而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須幾個內線球員必須動起來打 掌握住那外線的機會 進去裡面去切這一球 沒錯 連人往進去裡面去切入發生了失誤 這邊是一個POSE前鋒斜方 POLO來了 現在還是只有POLO最強大的球員 這球被抽掉 又是巴克里走在前面 要來輕鬆的左手上籃的分 給到二名 巴克里再給到了POLO 中距離的跳投有 哇 開場的六分拳 對 開場的其實完全是靠周圍 對 開場的其實完全是靠周圍 巴克里面對Irving 要來單打 放到左邊已經過去了 民國偉這一球是蠻特殊的 前場有一個快攻的機會 對 被守得非常的嚴 換到籃 換到另外一邊 再給到巴克里 空中的對抗沒有 這是POSE的 來 地板球給 給到張家和往前去帶 換到另外一邊 又 來到陳兆豪 這一球下球可惜 球掉了 Irving又有一個快攻的機會 多打掃Irving自己來 非常上籃 Irving Irving 切入 面對POSE 聽球晃開 擺進分數 蘇柏章 中距離的跳投 有 往外分 陳兆豪 三分球給到高建毅外圍的出手 三分球擊 巴克里 緊繞過 反邊 巴克里一個人應該是打了四個 這個切入的腳步真的太小虎了 開了台灣之後 是一度打到澳洲的刺激聯賽NBL1 進攻時間所剩不多外線的出手 三分球擊 假動作騙起來 王興偉沒有 但是巴克里抓下籃板球補進 巴克里的得分其實是從第二間開賽之後 成績了好長一段時間 這球是打得相當的聰明 地板球給到陳佑許擺進分數 還是相當的好 想要往進去裡面打 這球被剝掉 地板球再給到前面 打敗的門 現在應該是台梯這邊了 需要做一些調整 給到高建毅 分出來 高建毅 大號的三分球出手 三分球擊 蘇柏連續做了兩個對手頂過 再次給到高建毅 外線的出手 三分球擊 外圍的出手 三分球擊 因為我覺得今天還有一個地方做得好 就是他們的區域聯盟 在定任之間變化 剛剛手是3-2 現在改掉2-3區域聯盟 其實真的有 地板球 找到蘇思璇的拋桶 球也通通過了 還有上場紀錄 哇 這球被操掉 二分在前場有一個快攻的機會 靠在對方身上 換到左手的打板得分 連續的得分 台灣啤酒 在這個時候 三哥真的是坐不住了 必須要喊出一季暫停了 馬克林 這球又被試過 傳到底腳 呂啟銘的位置 試一下 這個時候 前場推速度非常的快 再往外分 找到聯恩 往進區裡面去擺 M1 聯恩其實今天沒有幾次 比較 雙方還在堅強這球 最後撥回來 還是到台銀的手上 二平 來到前場 到過呂啟銘 再找到另外一 進區裡面卻分出來 地板球給到王泰傑 外線的wide open 出手裡 偷偷沒有 呂啟銘 再給到巴格林 這球有機會 呂啟銘這一下 環翔衛 換到空中的拉桿 可惜沒有 可惜沒有 在後面 中距離的跳投是 聯恩 抓到金群的另外一邊 到外圍 給到陳又許的外線 彈了一下的陳又許 抓下進攻籃板以後 往進去裡面去攻 另外就是至少 他在場上比較有能力 去牽制到 向H1 中距離 中距離 精彩的腳步 靠在對方身上以後 在空中打 攻的分數是9分7籃板 外圍又有出現了空檔的機會 這位三分球進 不正的射手 還是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 就是命中率 稍微差了一些 給到臉 在進去的位置已經 POLO自己都意會不到 POLO來挑戰外線的出手 有 進攻時間剩下4秒 李星文的拋頭沒有 POLO抓下籃板球以後 擺進M1 外圍是速度 叫三分球級 回到李維哲 進攻時間剩下1秒鐘 再給連恩這一球 拋頭 有 第一名球員沒有得分 現在唯一沒有得分 那是李維哲 主持圈 傳到左手的挑籃得分 陳佑許 跑到前端 傳到陳佑許 想要打板 沒有 但是蘇世宣 進攻籃板的增強 沒錯 台皮在單階發生了6次的失誤 這一球在進 郝欣偉 進去裡面去切 空中要去打板有 很大的肯定 並且這可能會是 台銀對上台皮的 二連勝 對 總距離的拋頭 還是沒有進攻籃板 掌握住以後 王 王欣偉 是不是想刷團隊助攻 外圍的主手 這次有 從以前打到現在 很少看到他們這樣子的虧敗 但是我現在對台皮來說 這場比賽應該也是一個 很好的監討機會 沒錯 至少這樣子的情況 是發生在季賽 不是在季後賽的時候發生 好了 那這場比賽 時間追蹤到點 台灣銀行是97比74 大比分擊敗了 目前聯盟的龍頭台灣啤酒 取得了勝利 哈囉大家好 我是洋洋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